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桥社新闻 我是许触婷 新闻一开始带你来关心 立法院长王金平与外交访问团 都为立委离开美国前的最后一个行程 是和美国西南地区 两百多位桥领进行午宴餐序 包括了传统桥社 月简寮 新桥 以及美国政界商界代表 全都出席的这一场桥宴 而王院长也展现出 十足的亲和力气氛相当热烈 美西南地区两百多位桥团代表 齐聚在洛杉矶环球影城西尔顿饭店 欢迎立法院长王金平的到来 在驻美代表袁建生 与驻洛杉矶办事处处长 工中成等人的陪同下 王金平院长抵达会场 与在场人士握手寒暄 展现亲和力 驻美代表袁建生首先致辞 他认为目前台美两地的互动与气氛 都相当良好 相信未来台美双方的沟通 会更加顺畅 而王金平表示 这一次率团出国访问 不论是帮助议会了解 各地方侨胞的心声 或是推动外交工作 都有很大进展 他除了感谢各界侨民爱台护台的心 对于促进台美间的合作关系 与给予中华民国人民赴美免签证 也有相当大的期待 现在台美关系最重要的第一 当然希望赶快恢复提法 那展望进一步 有没有机会来进行谈判 FTA 那在进一步 这个希望能够由美国主导的TPP 我们也能够有机会来参与 那通过这个免签的话 我相信这个台湾的股 这个我们的同胞 到这里更方便 大家对美国接触更多 交流更多的话 当然这个情意会更提升 这次由立法院长王金平 率领的国会外交访问团成果丰硕 乔宴中王金平与访问团成员 以及驻美代表袁建生 驻洛杉矶办事处处长龚中成 和罗省中华会馆主席马国威等人 一同向大家举杯敬酒 感谢海外侨胞对国家的支持 并邀请大家多回台湾 到立法院走走 在轻松的气氛下 也为这次国会访问团活动 画下完美句点 台湾宏观电视张成文 美国洛杉矶采访报导 美国洛杉矶采访报导